有个遗憾的情况呢 咱也不能不提 什么情况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 咱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呢 还比较低 不少人的文物意识呢 它也不够强 导致呢 很多珍贵的定灵珍宝 出土之后呢 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当时文物保护 是什么 比如笼包呢 什么其他这些 植物品 这个有节物的 当时用了一种叫水玻璃的 这种就是那种 来丰富它 丰富它 用水玻璃呢 它是这个什么呢 它是老化的 所以它一老化了 把其他这些东西 也都破坏了 所以在这一点呢 在保护文物上头 是一个教训 就是说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 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手向面向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嫁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二六六八二一三五 那有些文物它就不算 因为说南木金丝的南木那个棺果 它本身它就是很好的文物 对啊 对不对 而且这个后来都处理到什么程度了 后来就按照这个 因为它破了嘛 有些腐烂了嘛 那怎么办呢 后来就会用水泥仿 仿造一个嘛 再给它涂上漆 然后这些南木金丝南木怎么办 这些南木就扔在一边去了 就扔到后山去了 后山等到夏奶啊 什么郑郑多 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再往回去找的时候就没了 就被当地的百姓给捡走了 哎呀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 就传说了 说是捡到金丝南木这些人 后来出事了 啊 出什么事了呢 他把它做成家具了 那时候把它做成各种衣橱啊 什么样用 摆在家里 后来这家人 还真的是可能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比如说 出现了各种病啊 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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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这个比较奇怪啊 这家人出事啊 他是不是真的是因为 用了皇帝的官料 他打家具 那谁也不能确定 不过呢 万历和两位皇后 最后啊 他却停残 三个人的遗骨出土之后啊 一直呢 被保存在定陵博物院 那文革当中呢 红卫兵他来到定陵破斯旧 那三军遗骨 被小家们一把火啊 给烧成了灰 那堂堂的皇帝皇后 至此呢 尸骨无存 那也正是因为 上面这些情况 后来呢 国家就做出了 更严格的规定 不再对任何帝王陵墓 进行主动的发掘 定陵呢 他也就成为了第一个 也是迄今为止 最后一个 被考古学家打